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28号的下午 是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了环保二手好摊市集活动 以回收再利用的理念出发,提供平台 而现场也聚集了60摊各类二手好物 在炎热的周末午后 吸引了许多的民众来到现场挖宝、减好康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28日下午 洗手台东生活美学馆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环保二手好摊市集 以减少碳足机回收再利用为理念 今年增加到有60摊摊友 用便宜的价格和乡亲交流分享 环保的观念就是减少碳足机 让物尽其用 很多我们周遭的朋友 小朋友长得太快的 或是当时东西买得太多了 东西还可以很新 我们想用很便宜的价格提供 也是我们朋友、相亲来购买来使用 我想这次我们这次很成功 去年有40摊 今年我们有增加到62摊 甚至我们旁边的违线 也是我们同仁利用他家的床单来制作而成 也是响应环保的活动 那想这个今天很多天气很好 很多我们乡亲都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这样活动 包含田志轩基金会也一起共襄盛举 来与民众结缘 那田志轩基金会我们也热情的响应 我们把珍藏的绝版的运动毛巾 跟这个纪念Polo山运动山 拿来这里跟大家来结缘 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这样子的更多民众可以认识这个活动 那了解这个二手即使可以再发挥运用 那新的东西当然可以找到好的主人新的主人 那这个活动是非常热烈热切 因为今天太阳非常大 我们希望今天所有来摆摊的好朋友们 也都是都把这个东西都销售一空 让他的物品找到好的主人新的主人 那大家满载而归 好姐本身也是田志轩基金会的志工 那今天来到这边除了不外是一起做二手市集的摆摊 还有这边很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响应 自己家里用不到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能够二手再利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提倡非常棒的环保 让大家回收再利用 而且是好的东西 我觉得都能够运用这种方式 那我相信近期行政院动漫跟台东美学馆 都会不断地一直办这些活动 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说 其实用不到的东西是可以再利用的 现场60多个摊位 有衣库服饰 书籍等物品 琳琅满目 将自家多出来用不到的物品 拿出来以便宜的价格和民众交流 除了响应回收再利用 减碳旧地球的环保理念 也期盼为这些二手好物 找到有缘人 新归属 传达爱物习福 珍惜资源的理念 记者讲方言华联施报导 感谢观看